请问老法师弟子经常做梦杀人破案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弟子现在每一天松金念佛 都回向跟冤亲债主 但凡事会梦到自己去杀人 不知怎么做才好 请老法师慈悲指教 梦中心界 也不是无中生有 是什么事情呢 过去所做的这些事 这些印象落在阿赖耶识里 梦中 我们月色的能力 也就是 这个分别执着的能力比较放松 所以意识里面含藏这个叫夜系种子 在这个时候 他就现行 现行就变成了梦中的境界 我们学服 我们学服 初学的时候 功夫不得力了 常常真正 Adweh 连一 young guy 昔 都现行之后 我们学服了 这个也不无道理 我们天天念佛 天天享佛 天天诵经 天天讲经 你做梦 也会在梦中念佛 在梦中讲经 那么你现在还是在梦中杀人 梦中还不会念经讲经 可见得你从前那个老的印象很深 心的学佛的印象很浅薄 功夫不得了 明白这个道理 加紧用功要紧 梦中可以测验我们自己的功夫 测验我们自己的境界 这个是最平常最容易测验的 我们自己晓得自己这么多年来有没有进步 从常常这个梦境当中能知道 到你常常做梦 能亲近佛菩萨 能够讲经说法 能够帮助一些苦难的人 你的境界就转过来了 平常我们自己不晓得自己功夫 得不得力了 从这个地方可以检查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